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才那个花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是樱花 樱花已经 花宝宝已经出来了 梅花 梅花已经开始泄了 你看 树梢上面还有梅花 然后地下面的都已经开始凋落了 凋谢了 告诉大家一个不好的消息 武汉看樱花 最有名的就是武汉大学 但是好像听说 嗯 不让游客进入 樱花季的时候不让进入五大校园吧 可能怕打扰到那些学者们学习啊 哎 不知道 今年看樱花新品 但是樱花开了 这代表着再不出去就开始热了 哈哈 抓紧时间能够出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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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去去 罗妈妈过来看我了 我要把她赶走了 因为要抓紧时间 抓紧时间弄 没代表 中午休息之前要把动工的这些 噪音特别大的工序要做完 到中午别人休息的时候 我就可以做一些零星的一些小活 是吧 因为这个这个板子 今天做这个嘛 要导圆啊 然后上面还要进行抛光 最后要上那 就和之前上那个气板是一样的一个工艺 所以都是噪音特别大的一个工序 抓紧时间弄了 我给你帮大家看 你帮你帮我把这些东西 我把这些东西 我把这些东西 帮你打开 你自己的东西 我把这些东西 帮你拿起来 我把这些东西 帮你走在过去 我知道那个上山 不一样的东西 不得了 你不得了 你不能够 我直到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 因为中午小区里面的人休息 所以机械化的操作就停下来 我之前买了这个 这个是之前冬天的时候吧 睡觉的时候感觉玻璃什么都特别冷 现在成了保暖的一个效果了 根据玻璃的形状捡出 它的形状之后 这里还有一个吸盘 但是我试了一下 你看 就掉了 这个也掉了 后面两个还行 刚才还在想 这种吸盘要是不牢靠的话 我后期用那种吸铁石的方式 把它吸在车体上面 可能会更好一点效果 前面的还行 前面吸盘都没用 直接把它插进去就好了 它这边是一个反光的嘛 到了夏天其实现在也挺好的 夏天也起到一个隔热的效果 这是两串主驾驶的左右两边玻璃的 我每次改车的时候就是中午的消息 中午别人消息我就不能够动 还有很多朋友看到我视频后跟我说 能不能他也想改车 他想把车开到我这个地方来和我一起改 你说我自己改车都是感觉像偷偷摸摸一样的 再来改车这不行 在小区 我这次改了好几个月明显感觉到 怎么说呢 在小区里面改车还是不太好 还是得到一个什么空旷的地方 或者人少的地方去改车比较好一点 不会扰民 知道吧 行 现在已经两点多钟了 开始动机械化的一些操作 好了 机械性的操作完成了 这是我觉得是最满意的一个效果 就是装门的荷叶 之前在那个柜门 我的那个床下面不是有一个小门吗 也是装了荷叶 但是当时装了荷叶 我就是直接把它这样装上去的 没有挖那个槽 导致呢这个门之间的缝隙特别大 现在学习了一下 你看 就这样 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 这叫开槽机吧 它里面有个平洗刀 这个平洗刀 它就可以洗出这种荷叶的凹槽 而且我觉得洗的还蛮好的 这是我第一次操作 刚刚放进去 根据它的厚度调整好 这样呢 它是平的 这荷叶它就不影响 是平的 然后到时候再上螺丝固定就行了 那两边都有 都有用啊 两边 撞了六个 那个大的也有 然后那个开槽机呢 之前就有了嘛 就开这个圆边的 圆边的槽 开的挺好 对不对 然后呢 这是一个餐桌嘛 哎呀呀 这是个餐桌 我还买个这个 因为在驾驶过程中呢 餐桌比如说有个水啊啥的 哎 就放的不太平 对不对 我们打个比方 这里有一瓶水 放在车上面 怕万一不平它容易倒嘛 这样放进去它就可以起到一个 稳固的效果 是吧 所以现在就需要 在这个基础上 开槽 然后抛光打蜡 就差不多了 然后这个板子颜色的色差 我准备刷游戏吧 我之前还有多了游戏 应该是很简单的事了 OK OK继续加油 看看 之前说的背板颜色不一致 现在一致了吧 我又当了一把油漆工 嘿嘿 熟能生巧啊 你看 然后呢 我这个 桌面也做了漆 这个是曼工出息火 上了一道漆 这个就准备上两道漆就OK了 等着 这个今天搞不定了 又开始太阳下山了 对了 我还准备跟孩子去送饭 嗯 今天就这样了 等它自然风干 然后明天就可以上 哎呀完了 我想起来我明天 我明天上去的时候要打那个气凌枪嘛 那喷了油漆不是白打了 哎呀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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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这个忘了这个忘了完了 那只能打了那个气凌枪以后补动 因为我是准备表面上就是从外面 从外面给这个背板 钉上钉子和那个橱柜进行一个连接 啊 那可能会破坏外面那层的那个漆面 哎 免得再说吧 就这样 吹地板 没想到 真正想 你